男婴被救瞬间,据英国太阳道8月16日报道,近日,燕渡一线上男婴被气排水管道,知名救出男婴的瞬间,期待都还产效在婴儿颈部。 这名婴儿是在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瓦拉沙拉法下被救的,救出男婴的女子为45岁的吉他,他说,还有人以为是一只小奶猫在哭泣,但他感觉到是婴儿,我立即做出了反应,这是本能的,吉他将男婴往外拉于世,在十几位居民以及旁观者的注视下,吉他往海水管窥视。 从一根直径,约英尺,约0.3米的铁管里看到孩子在里面,他将孩子从排水管里拉出来后,用一盆清水给男婴清洗。 此后,男婴被送往了医院接受救治,吉他表示,看到一个孩子被这样抛弃,他非常痛心。 男婴,那个抛弃男孩的人,看来是故意把他扔到排水管深处的,这样就看不见他了,而且脐带还缠绕在男婴的脖子上,这样会慢慢害死他的。 人们希望男婴能从这场磨难中恢复过来,他也被取名为三根贴人印度语义,为自由,据悉,男婴送往医院救医后,目前也往完全康复。 人们 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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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